在今集开始之前,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今天这个汤认真够灼火了 什么叫灼火呀? 将那些火灼在一起? 不是! 广东人的书法,灼火就将那些火清走去 个人就不会那么猛疼,不舒服 人的身体有什么火呢?深火、干火、骨火 基本是这几种,会令你头痛、颈痛、牙肉、肿痛 喉咙有点不舒服,有点喉咙痛的 可以试一下煮这个汤水来喝一下 材料有什么?豆腐、鲜鱼头、菜肝、白菜、猪、尖骨 让它带出一些味道 还有一样,蚝子 蚝子也是最火的,所以今次还不认真清光 所以画面有什么火,不要这么猛疼 妈妈厨房? 菜肝通常是一桨 不会说刨开了,买回来 每次需要的份量就不用一桨这么多 菜肝因为曬干过,所以比白菜是没太寒凉 另一个名称叫金菜 多时煲白菜汤 都有些菜干 加上白菜叫金银菜 拿个耳朵 不要以为曬干就不会发毛 千万不要买太多 怕曬的时候 有沙水浸浸 再浸 浸浸造 feito 浸浸血 浸泡一次 用手摸一下碗底有没有沙 冲一下冲水就可以了 有些沙的,所以我们再洗一洗 浸泡多次,会不会浸泡菜干的味道 煲时一定会有很香的菜干味道 最重要的是干净 这个咸鱼头是新加坡红鱼 因为我的人少,我就不用用那么多 不想弄湿了,所以我用一张纸来沾一下 只要二分一 除了菜干要浸泡之外,白菜也要浸泡 蚝蚝也要浸泡 洗豆腐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水大力冲下去一定会坏 所以轻轻拾 蚝蚝也要浸泡 煮一煮鱼头 黄色的东西走出来了 泡都是黄色 煎骨出水 关火,过水 菜干里盐去长,切断 或者不切都可以 我就分开两绝 因为这些头多数有沙 不要 我们先放入肉 咸鱼头 姜 始终菜干豆腐汤比较寒凉 寒底 或者胃寒的人都受不了的 就放姜下去 煮咸鱼头的时候 我们就洗一下白菜 下菜干 果皮 很香 是菜干和咸鱼混合了的味道 加入豆腐 慢慢 搓开周围的东西 让它沉下去 在底部 终于完成了 很香的味道 今天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睇 详细的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